好,來到這個創天同人展 今次的攤位就是這個騎士轉 阿金,我們今天訪問誰呢? 我明知道是名字 我是叫MC MC,你好 我們今天介紹的遊戲就是面前這一副 先說一說 因為它是有上一年推出的 今次就是擴充 Expansion 就是這個 Guildhall 好,麻煩你簡單介紹遊戲怎麼玩 這個遊戲是怎麼玩的呢? 就是我們今次的目標就變成了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是要去拿10分 跟上集有什麼不同呢? 就是今集我們是除了說 仍然可以聯合攻擊之外 會多的一樣東西就是大家 是可以出多過一張手牌 比如說這裡五張 大家可以這樣蓋上去 決定去打哪一隻貪圖貼箱 是 還有多了這個東西 這一顆就是 一顆色的,不是為窄的 是用來選擇的 你見到這裡是一字五號區 是 一字五號區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深水你想選擇二號 你可以出了牌之後 然後 蓋上 是 是 那你就告訴別人 我打 變得很怪 是 那如果揭開大家打的怪架設 是相同的話 是 那大家就會變成一個合作的小隊 去一起攻擊 是 另外 今集也會多了一個招募 是 如果假設大家選擇 英雄的時間 譬如大家一邊選擇六號 一邊選擇二號的時間 各自可以招募一個新的英雄 是 是 那今集就是 大家的角色已經變成一個勇者 是 變成一個工會的領袖 是 那你們是一個工會領袖 去 盡量為你自己的工會 去獲得更加的榮譽 是 明白明白 因為其實我印象中 上集就沒有 就是這些選擇位 其實今集很明顯地 就令到 譬如打怪 和選工會的人 就多了選擇 多了嘴怕位 是的 就是多了嘴怕位 還有就多了一個策略性 就是究竟我是選哪一個 因為上次比較少 那我變成就 只打一隻 對 比較直接 就是我打到或者打不到 但是今集就有多了選擇 又多了這個位 還有呢 是不是 它裡面的角色都多了很多 對不對 就是 角色暫時是會用回舊代 用回舊代 對 但是規則就會不同了 明白明白明白 麻煩你的介紹 如果有興趣 騎士傳這個作品的話 麻煩你 這兩天就來蒼天堂韓制 來Counter 可以看有舊版 和Expansion 可以來看看 拜拜 好